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学杂志发生 调查显示 全球范围受到牵涉的科研人士 数量不下40万 专业文章发表的越多 对个人虔诚就越有利 为科学杂志开出的条件十分诱人 只要付钱 肯定发表 不做严格审定 质量如何绝不计较 海德堡大学教授封客 尤尔克·尔克指出 这对科学的危害性极大 倘若真假难辨 对科学的信任便无从谈起 在德国 有意欺骗的科研人员数量或许有限 但很多人可能是出于无知或不够谨慎 而上了那些伪出版社抵挡 最终后悔莫及 而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人看到这一问题 某些上当者不愿承认错误 而是找理由辩解 推脱 令一些人则感觉难堪 对之保持沉默 而不是向同行示警 导致同行们未来可能同样上当 解训练欺骗的助理 于女外退码 许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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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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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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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